温暖的闲收视率双望破一 张军宁张翰收获完美爱情 温暖的闲收视率双望破一 张军宁张翰收获完美爱情 温暖的闲收视率双望破一 网络播放量突破70亿 由张军宁与张翰主演的都市暖商纯爱大剧《温暖的闲》已于27日晚正式收官 剧中张军宁饰演的温暖历经十年坎坷的情感之路 最终收获了完美爱情 该剧自播出引发大量关注 开播多日收视率双望破一 网络播放量现已突破70亿 收官当晚 站男闲 张翰是 于一新 张嘉宁是 社局假结婚 温暖 张军宁是 为了把握住自己的爱情选择正面出击 鼓起勇气赶到婚礼现场 不料婚礼却早已散场 得知真相的温暖 警报婚纱后悔莫及 满屏都是大血的悲伤 张军宁用细腻的演技表达出了痛失爱人的情绪 牵动观众情绪 引发泪电 温暖 温暖随后前往英国寻找男闲 重走充满洋人美好回忆的大街小巷 一句男闲 这一次 换我来找你吧 展现了他对于这份爱情的执着 最终他也迎来了爱情的甜蜜结局 男女主角两人相遇 用一个忠抱化解了所有的思念 在伦敦眼上浪漫共舞 令观众不禁大呼 最后这颗糖太甜了吧 温暖的先播出期间里 张军宁凭借细腻的演技和实力数十次登上热搜 连续名列各项数据榜单前卫引发了温暖热 张军宁之前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有仔细揣摩角色神态和心理变化 在角色的原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诠释 希望温暖是一个情感事业双独立的女性 而她细腻的演技收获了不少原著迷的夸赞